坎城影展最近开幕国际巨星争奇斗艳 其中在中国大陆的女星好像大家约好一样 不仅穿糖装还有人穿宫廷剧的服装亮相 因此被港媒形容 这难道是把坎城变成了中国城吗 我们稍微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带你到坎城影展 来看看巨星们争奇斗艳 小咖们也薄板面的一场大戏 尤其是在红毯上面的大戏 我们就发现有很多中国大陆的女星 好像是约好一样 有的人穿糖装 有的人穿宫廷剧的华丽服装亮相 因此就有香港媒体把这一场形容成 是不是把坎城变成了中国城呢 不过其中也有很让人傻眼的桥段 就是居然有明星死赖在红毯上不离开 最后被保全拉了下去 流连坎城影展红毯 左看右看没打算往前走 叫不出姓名的中国女星 最后惊动保全劝说 竟然还装傻 最后被男堪驱离 来了18次的巩历 中国影迷看到腻 微博热论的是 刚刚那位死赖着不走的人是谁 原来就是她 沿袭攻略里的宫女芝兰 仗着主子高贵妃气焰嚣张 可惜剧中观众散 记住她的人没几个 逮到机会后颜演出 不料骂声不断 丢死人了 别闹了 听不懂还去 今天一摔 胸前波涛好害羞 中国女星亦有机会 登国际影展 无不使出浑身解数 就是要你多看两眼 走光摔跤在所不惜 至于死赖着红毯不走 经典之作就属她 第一次踏上贾纳电影节的红毯 杨幂似乎有些流连忘返 工作人员几次上前催促 依旧驻足不前 杨幂最后不爽 转身走没几步 上演倒走红毯 全场都看她一人 怪不得CD一卡女星 有样学样 清出于蓝 大妈扮小仙女 唐装配脱衣长袍 或演出大唐盛世 把砍成变中国城 国际影展轮为 中国女星的丑角戏台 三立新闻张星恒报道